好 那再下来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跟各位介绍 一些在弹性律学里面有关人量的一些观念 这个我们分成四个小节 第一小节我们介绍一个 事实上是一些名词的介绍 elastic state 因为这些名词我们在后面会用到 第二小节 我们就跟介绍在谈议 你们在应用力学学过工跟能 可是在应用力学里面的工跟能 通常因为是考虑的是钢体 那我们就会跟各位介绍 如果你考虑是变形体的时候 它的位能函数会变成什么样子 OK 它的工跟能会怎么样子 就考虑到变形的状 我们要加上变形的 引发的应变能力度 第三个 事实上我们就告诉各位 怎么样 第三个有讲两个观 第一个我们告诉各位 怎么样界定一个弹性力学的题目 什么是goburn equation 然后呢 如何找出它的bundity condition 定义什么样子 它的bundity condition有哪一些 以及我们就会告诉各位 很重要观念 叫做uniqueness theory 唯一性定理 这个唯一性的意思是 这个跟弹性力学解题方法有关 我们先说明一下 我们这边告诉各位 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是就是什么呢 意思说 我给你一个弹性力学 给你一个现实的问题 你们依照我那个15个 15个方式goburn equation 配合边界条件 那就是一个数学 片尾分问题 那你怎么保证 这个片尾问题的答案是unique 你怎么保证 这个片尾问题是unique 因为这个unique 你是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如果你不能保证 因为它的每一个问题 你每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物理现象的描述 如果你不能够保证 你这个片尾分方程式 解采的答案是unique 就表示这个物理现象 会在同样的条件下 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形 这听点还是不合理的 所以从数学的观点来讲 我们要证明 我们一般的弹性力学的 那个聘文方程式 答案应该是unique 这是第一个原因 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我们讲过 我们后面会有例子 我们解问题之后 常常用一种 Semi-inverse 就先假设部分的答案形式 然后直接带到 拼文方程式 拼文分方程式 跟government equation 去求解 然后约细 你就会解释一个答案 可是你这好像 有点半猜的 如果你不能证明 这种问题的答案 是unique 那我怎么知道 你这样子的猜测 得到的答案 就是唯一的答案 那会不会做另外的猜测 又得到一组答案 所以要了解 我们的government equation 一定的产生的答案 一定是unique 那在数学上 能够证明这一点 那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在第三小节 会跟各位提到这一点 然后第四小节 介绍这个最小能量原理 这个就是你们 有些人说法的基础 基本上有群人使法的方程式 就从这边过来的 那我们这边 会跟各位提一下 这是我们第五章 要跟各位介绍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这样 第一个 我们介绍一个名词 会介绍这个名词只是 我们为着后面的描述的时候 比较方便 而且在数学上 一点严谨性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介绍一个名词 叫admissible state admissible是允许的 所谓的允许状态 什么叫允许状态 所谓admissible state 指的是这样子的 一个有顺序的组合 这个组合你们看到 第一个是一个向量 一阶张量 第二第三个 我们符号用的是 u epsilon sigma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说 等一下 抱歉 搞混了 我们前面就讲的 我们现在 已经知道 我们真正的 弹性力学的问题 就是三组 三组 government 亏训 解十五个系数 未知数 这些未知数都是 field function 都是field function 但是因为这些 government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 是线性的了 就是这个应变 位移的关系 这是线性关系 然后呢 第二个 平衡方程式呢 是对变形前 坐标为分 但这四个码 指的就是 corset choice的意思 代表真实应力 然后应力一变 关系式 也是这个样子 十五个方程式 解十五个位置数 那在我们节以前 就讲的 我们先给各位 介绍一切名词 第一个admissible state 允许状态 允许状态指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里面 第一个四个项量 也就是一阶张量 第二第三个 是二阶张量 我们现在用的符号 是U Sigma Epsilon 跟Sigma 但我还 我没有说 它们分别代表了 位移 应变 或应力 它们现在并不见得 因为我们 当我们讲说 admissible state的时候 指的就是说 这一组 这一个组合 而这个组合里面 包含的 第一个是一个项量 第二第三个 是张量 然后 这一个项量 两个二维的 两个二阶张量 它要有满足什么条件呢 第一点 第一组的这个项量 它必须是要连续函数 而且这个项量 对X坐标的维分 也必须是要连续的 也必须是要连续的 这是这个第一个符号 项量这个 项量这个 项量feel的 它要满足的条件 第二个 我的这个应变 那不是应变 就是F小I阶 它是一个二阶的 对称张量 而且它也必须是要在 我所考虑的这个弹性体 是连续的 第三个 这个SigmaI阶 也必须是要一个 二阶的张量 而且是对称的 而且SigmaI阶 对坐标的维分 就是卡马阶 也必须是要连续的 任何一组项量 跟两个二维张量的组合 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就叫它是 Admissible State 而这个意思是代表了什么 如果 有一个这样子的组合 满足 有一个这样子的组合 是属于叫Admissible State 就代表 这一个组合 有可能是某一个 弹性问题的解 我们讲的只是有可能 因为它还没有说 它要满足其他的条件 只是如果一个弹性问题的解 我的位移应力 它至少要满足这些条件 所以这个不代表 是一个弹性问题的解 只是代表 它有可能 这种组合会有很多种 它都有可能 会是满足某一个 弹性问题的解 但是这些到现在为止 我们没有说 这三个之间要有任何关联 因为它等于只是所谓的后选 这个有一堆 这可以找出几千几百万个 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都属于这个组集合 这个我们先把它叫 这个我们先把它叫 admissible state 第二个跟这个对应的名词 OK 我们叫elastic state 什么叫elastic state 指的就是前面所讲的 这个组合中 然后它要额外多满足下面这些条件 第一个它要满足前面的三个 它要满足前面的三组 它要满足前面的三组 而且对应的body force就是b 第二个呢 如果这个弹性体有受到外力 也就是我们的边界条件 sigma ni的话 sigma ni 必须要等于sigma i接 n接 也就是我这个里面的sigma i接 第三个对上二接张量 要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等号左边当作是已知 等号左边当作是已知 所以 这个先不要讲 所以到这边来讲 我们就看到 如果有一组这样子的组 有一组admissible state 满足了这个边界条件 配合我的body force b 以及满足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叫它elastic state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说到某一个题目的elastic state 事实上就是solution 就是这个题目的solution 我们这边讲的 一般上我们当时在谈谈性的时候 大家都习惯吧 我的这个答案 某一个特定的题目 它的body 它这个材料是线弹性 然后它所受到的外力 body force是b 它的surface traction 是sigma ni 那这个问题的解 我们就叫elastic state 因为我们叫state 原因是因为 我们同时包含了位移 应变跟应力 所以elastic state 指的就是这个解 然后这个问题里面的 它这个bi跟sigma ni 我们就叫做外力系统 external force 因为这物体受的外力 就是这两类 一个是重量 body force 一个就是sigma ni 也就是我们给的外力 给的外力 所以这是大家第一点 请弄清楚的 如果我们讲 我们将来在后面这一章 后面三个小节里面 如果我们有谈到adimisbo state 指的只是一 一个向量跟两个张量 两个二阶张量的组合 但是呢 它们还不一定是 这个某一个题目的答案 只是它们有可能会变成答案 但是如果我们说 是elastic state 指的就是针对 这个外力系统 那一题的特定答案 这是一个 另外呢 这我们也是一个符号说明 如果我现在有两组 两个adimisbo state 那我写成这样子 就代表 就这两个的结果相加 就代表这一个 如果说我是乘上一个常数 也就这 就是我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代表是这两个相加 写成这个样子 就代表是一个常数 浪打乘上这个 这只是先把符号 先给各位说明一下 那下面 我们要跟各位 提起一个 superposition的 重叠原理 那事实上是你们在 才有理由我学过的 它的观念 事实上 讲的是一样 假定 有一个题目 有一个弹性体 它如果受到了 external force 是bi sigma ni 那它的答案 就是ui epsio ij sigma ij 然后如果这个弹性体 另外又受到 另外一组外力 是指的是这个bi vigo 就上面这个小曲线 跟sigma ni vigo 它所对应的答案 是 也就是等于ui vigo epsio ij vigo sigma ij vigo 那如果这个弹性体 现在受到的外力 是第一组外力 乘一个系数 加上第二组外力 乘一个系数 则 这个答案 针对这一组外力 系统的答案 也就是等于 原来这一组外力 系统对应的答案 乘上系数 加上第二组外力 系统对应的答案 乘上同样的系数 这个是重叠原理 讲的简单一点 这是我们讲的 假设我们现在一个梁 我原来 这边给你一个外力 现在这边又给一个外力 针对这个 我们可以得到一组答案 针对这个 我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那我们就说 假设这个梁同时 受到这两个外力的话 这个题的答案 就等于这个答案 加这个答案 这是我们的 superposition原理 可是我们这边要 正是各位才能学 就学过的 但是你们在使用 superposition原理的时候 有些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都会 原因满足什么 你不要忘了 如果我是一个答案 一定是要满足 我的gap and link 亏训 而这个答案 可以相加原因是 gap and link 亏训 都是线性的 因为这是在线弹性 都是线性的 所以我的答案 才可以相加 所以 我们侧面特别强调 superposition 这个原理 适用的范围 必须是要小位移 因为是小位移 因为是很微小的位移 我们的gap and link 亏训 才是这一个 是线性的 如果是大变形 我们还要多上这个项 又可以common 又可以common接 如果多着这个项 superposition 原理不能用 牢牢记得 所以第一个 一定是要小位移 第二个 一定是要线弹性材料 因为是线性的 这个式子才会出现 如果材料性质 是非线性 这边就会有次方 这边有次方 superposition 也不能用 superposition 原理也不能用 这个是我们在这边 跟各位再回顾一下 所谓这个superposition 主要的 你们一定要牢牢记得 材料理学们就跟你们学 你们同学 常常就知道 因此跟你们知道 superposition 原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只能用在 很窄的范围 一定是要材料是线性的 而且是在弹性范围 而且变形量一定要小 小变形 它才合理 现在告诉各位原因就在这 因为只有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下 我的gobening会才都是线性方程式 否则是不是的 OK 这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真正的有关能量的东西呢 我们下个礼拜再说 今天就先到这 今天就先到这